1月27号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莲围绕多个台湾疫情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近日 台湾桃园医院的聚集性感染疫情事件连续发酵 24号晚 更是紧急隔离了5000人 引起了民众恐慌 对此 朱凤莲表示 疫情当前 政治防疫无济于事 只有实事求是 从科学和专业的角度出发 真心地守护台湾民众的健康福祉才是解决之道 我们也再次奉劝民进党当局 不要把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当儿戏 更不要把台湾民众当作政治操弄的工具 此前 有台湾民众质疑台湾自费筛查新冠病毒的费用 比大陆高出19倍 台防疫部门负责人回应称 是因为台湾检验比较准 对此 朱凤莲表示 这个理由荒唐可笑 有人以这样的理由来为台湾 这么贵的核酸检测费用来辩解的话 其实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他这么说 要么是专业上非常的无知 要么他就是故意的混淆 概念 企图糊弄 蒙骗台湾民众 我个人经历过的在北京是有80元 也有120元 那么相比之下呢 台湾的这个核酸检测费用呢 是都不止19倍多 是有21倍多 所以呢 我想这应该是引发台湾民众怨气的一个痛点了 所以呢 我们奉劝这位先生呢 还是老老实实的向台湾民众讲清楚 台湾核酸检测费用如此高昂的真实的原因 耍小聪明 故意的偷换概念 甚至呢抹黑大陆 是以为呢 这样子就能够掩盖真相 蒙骗台湾老百姓 那是行不通的 针对许多台湾民众关切台湾是否可以使用大陆新冠疫苗 台相关负责人曾回应称 大陆的疫苗不是要不要的问题 而是法规不允许 因为制造的流程没有经过查验 对此 朱凤莲强调 台湾一些人要拒绝大陆疫苗 总是要编织各种借口和谎言 大陆相关机构和企业在疫苗研发生产过程中 始终把疫苗的安全性 有效性放在第一位 中国国药集团 中国生物生产的新冠灭火疫苗 已经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复条件上市 其保护效力呢 是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 和国家药监局的相关的标准要求 那么作为全球的公共产品 我刚才提到 大陆的疫苗也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得到了使用 所以呢 台湾一些人他要拒绝大陆疫苗 他总是要编织各种的借口和谎言 其实呢 是为了一己政治私利而损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 据报道 北京台协已开始组织在京台商台胞接种新冠疫苗 针对大陆台胞陆续接种疫苗 民进党当局及绿营媒体不仅频频攻击大陆疫苗的安全性 而且还声称台商是被半强迫接种 对此 朱凤莲表示 这完全是恶意造谣 多位台胞受访表示 对大陆疫苗有信心愿意尽早的接种 需要强调的是呢 大陆的疫苗接种完全是在自愿申请 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 岛内某些政客以及某些媒体 依照所谓的半强迫接种完全是恶意造谣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要填这么一份 这个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对吧 每一位接种的台胞都会填写这么一个同意书 来表达他的个人的意愿 朱凤莲介绍 截至1月20号 已累计开展疫苗接种1500万人次 已有40多个国家提出出口大陆新冠疫苗的需求 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大陆新冠疫苗良好的安全性 大陆疫苗接种工作有序推进 并实施全民免费 使符合条件的群众都能实现应接进阶 事实胜于雄变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某些媒体污蔑抹黑大陆疫苗 使用心卑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